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要为同学介绍的是 Part 2 一些设备自动化的范例 我们希望在这个单元里面 为同学讲解一些自动化的过程 以及它所能够带来的效益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灌注机设备的范例 我们看到这张图 这是一个我们灌注饮料 或者是药品 液体等等的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如果我们从这个图上来看 我们会觉得它已经相当的自动化 但是它其实还有值得改善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灌注的过程 早期我们在灌注的时候 这个输送带将饮料带到灌注的灌注设备 下方的时候必须要停机 然后呢我们这个重动轴的灌注垂直运动 才能够把这个灌注头插入到我们这个瓶子里面 然后开始充填 那这样子的生产设备已经有自动化了 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呢 因为我们想要加快速度 扩大我们的生产规模 可是呢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发现说我必须要输送带必须要停下来 才能够完成灌注的动作 那这样子可以怎么改善呢 我们来看改善后的方式是什么 在改善后的这个图上面呢 我们看到我们在灌注的这个垂直运动的旁边 我们还加上了一个水平运动的一个机构 那利用这样子的水平机构的运动呢 我的输送带可以维持一个等数的一个运动 也就是说呢 相较于传统的灌注机构呢 我的输送带可以不要停 一直维持一个等数的运动 而这时候呢 我们借由这个垂直灌注机构旁边的这个水平 虫洞轴 我们利用虫洞轴呢 精密的控制方式来追踪这个输送带的运动 所以当每一次我完成这个灌注的行为之后呢 水平的这个机构呢 就会拉回到一个圆点 然后呢 追着我们的瓶子跑 而在这等数的配合过程当中呢 我的垂直灌注机构呢 就可以下降填充 然后完成的时候呢 就拉起 而这样子两个机构之间的等数运动的配合 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们提高生产速度 让我们完成更高精度的自动化 也可以让我们完成更多更多的 精密加工的一种设计方式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段 自动灌充牛奶或者是饮料的影片 来了解怎么样可以用自动化的生产线呢 把我们的饮料灌到这些瓶罐中呢 而不需要降低我们的生产速度 传统的自动化充填设备 例如现在所看到的利乐包 它必须要停顿下来才能够完成一个瓶罐的充填 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生产效率 而现代化的自动化充填设备 例如现在所看到的塑胶瓶 它是在持续不断运动的状况下 完成自动充填的动作 这种加工行为 我们叫它叫做追减 它可以随着生产物件的移动 精确的配合速度与位置 对正之后密合瓶罐开始充填 而这样子的加工动作 在不影响生产速度的运作下 可以提高生产的效能 而且精确的完成加工的行为 除了充填的动作之外 这种加工行为 也可以用在后续的瓶罐封盖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盖子 可以藉由加工动作精确的对整瓶子 然后藉由旋转的一个加工行为 锁紧瓶盖 完成一个封口的动作 这种追减的加工行为 在许多自动化的生产设备上面 都可以看到它相当多的应用 利用自动化的生产 我们看到了 可以高速而且自动的 准确的填充饮料 而不需要做一些停止 或者是对正的动作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确保 我们的高速生产 而且确保安全、卫生以及生产的品质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种 自动化生产设备的改善 我们要为同学介绍的 是一个钢料切断的设备 在我们很多基础的传统产业 都会用到钢板、钢条 或者是鋁脊型这一类的金属元件 甚至于是玻璃 也是这样子的生产过程 当我们从锅炉或者是原料炉里面 将我们的钢板、玻璃板挤压成型推出来之后 我们都需要把它裁切成适当的尺寸 才能够送到下游的工厂 去做进一步的加工 那过去的加工行为 我们要裁切这些钢板、钢料 我们必须要把钢板、钢料 到一个固定的位置之后 就停下来 然后进行裁切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主动轴 我们的钢料 它往前走一段之后就停机 然后由我们的垂直方向的重动轴 就来做一个钢料的切割 玻璃板也是这样子的行为 可是跟刚才我们在做饮料灌注的设备 相同的概念 我如果要增加我的生产速度 提高我的生产规模 我就必须要让我的主动轴呢 一直维持连续不断的运动 减少停机的时间 这样才能够增加我的产量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 这样子的一个生产方式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同样的可以在我们的垂直切料的这个机构上面呢 加上一个水平运动 而这个水平运动所需要的资讯呢 它可以从主动轴上面的轮轴 得到它的位置资讯 它的速度资讯 而我们可以藉由适当的控制器呢 精确的利用这些资讯来追踪我钢料的运动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切割钢料的这个机构呢 不再是固定在一个位置 而是由我们的水平机构呢 推着它跟着我们钢料跑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在主动轴呢 运动的过程当中呢 适当的完成切割的行为 这样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产量 但是这样子的设计呢 也有很危险的地方 如果两者的速度搭配不同的时候呢 这时候钢料呢 就会对我们的切割的这些工具呢 产生挤压碰撞的行为 会发生现场的危险 所以这些呢 都必须要借助很精密的控制行为来完成 自动化切料的动作呢 我们接下来用一段瓶口切开的一个范例呢 让大家做一个观摩 了解一下怎么样用自动化设备 快速的做一个切料的动作 自动化生产设备为了提高生产效能 希望在产品移动的过程当中 继续的进行加工的行为而不要停止 例如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瓶口切开的动作 我们不希望瓶罐停下来 所以必须要进行这种所谓的追减的动作 也就是配合瓶罐的移动 将开口切开 这时候我们的加工机具 必须配合我们瓶罐的运动 持续的进行切削的动作 将瓶口切开 这种所谓的追减的动作 在自动化设备上面 就要精密的配合物件移动的速度 而且做适当的定位 然后呢才能够进行 例如像这种切口的一个 精确的加工行为 这种观念可以利用在 许多自动化设备的加工动作上 借由刚才的影片 我们了解到 适当的机构设计 加上自动化控制 我们可以快速的将瓶口切开 然后进行后续的加工动作 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我们自动化设备 就可以在不停机的状况下 快速的生产 快速的进行加工动作 可以提高生产量 这就是自动化可贵的地方 除了这么复杂的东西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自动控制的行为呢 用在比较简单的 但是呢量又很大的一些生产动作 比方说我们必须要对一些生产物品贴标签 标签上面可能标示着我的生产的日期 内容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资讯 如果我们用手工 这永远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完成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借由高速的一些自动化机构 精确的对我的物品定位之后 能够把快速的把标签呢 粘贴在这个物件上面 而这时候呢 几个运动轴的配合就相当的重要 如果我们的标签机呢 慢于我们的输送带 那我们的标签呢可能就会被撕裂 如果我们的标签机呢 速度快于我的输送物件 那这时候我们的标签呢 就会被挤作一团而无法辨识 所以这彼此之间的搭配呢 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控制行为 我们接下来看一段标签连贴的影片 来了解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自动化过程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标签连结是一个看似简单 却又很复杂的一个自动化行为 这中间牵扯到的不但是精准的定位 可以将标签连贴在被加工物上面 而且还要配合速度控制 那我们的标签呢 跟被加工物同步的运动 这样才可以将标签正确的连贴在 我们的被加工物上面 而不会产生破裂或者是皱褶 同时标签本身也必须要扭矩控制 才不会将标签撕破 而且又要配合被加工物的运动速度 适当的调整我们整个系统的速度跟扭矩 才能够自动的配合被加工物的速度 一一的将标签连结在正确的位置上 从刚才的影片我们观察到 自动化设备呢 可以快速而且正确的粘贴这个标签 藉由适当的速度以及力量的控制 我们可以正确的将标签呢 粘贴在屏管上 那这样的过程呢 就在自动化设备中呢 不断的重现 也完成我们的加工动作 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套设备呢 是我们的包装机 这个包装的行为在食品工业呢 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设备 不管是我们日常买的面包 饮料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产品 我们常常需要把物品呢 做一个包装的动作 而这个包装的动作呢 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包装膜 它原来是一卷的一个塑胶的印刷品 怎么样的呢 可以在适当的位置 让我们的这个面包 或者是各项的食品呢 能够进入到适当的位置 然后我们就卷动我们的包装膜 那这个包装膜呢 随着机构的运动呢 会自动的借由机构的一个规划呢 自动的包覆在我们的食品的外围 然后呢 借由我这个输送带的传动 那我们在后方呢 就有一个所谓的热风的切刀 它呢 在适当的位置 它就会自动的呢 转动 然后把风口结合 然后切开 并且将已经包装的物品呢 就往输送带的另外一方呢 将它推动 从以上的范例呢 我们可以看到各项自动化设备 它的一个改善的过程 虽然有些设备已经自动化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呢 可以更有效率的 去改善它的 加工的效率 以及加工的精确度 让我们的生产规模速度可以扩大 生产速度可以提升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介绍 在这里面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retention 下期再见 İstanbul 转变 来 对 在这里 放下期再见 或者